战争中国家动荡百姓流离 而奋战在战场最前线的士兵们 更是直面着战场上无尽的凛冽锋芒 刀光剑影血肉风飞 无数好男儿抛头颅洒热血 只为守护自己 身后遥遥相望的父老家乡 其中就有这样一支队伍 他们从军的生涯 平均寿命只有13次任务 那是二战时期 德军拥有着海量的技术 纯束过硬的王派飞行员 而美军在这方面和德军差距不可以道理计 无奈之下只能以量抵制 大量招募飞行员可如此对比之下 美国空军飞行员 尤其是轰炸机上的飞行员 每一次上天都可谓是九死一生 轰炸机自身的火把子属性 加上飞行员之间的技术差距 导致美军飞行员们伤亡惨重 为了安抚军心 美军高层承诺 只要完成25次飞行任务 飞行员就可以马上卸甲归田回家 命令刚一下达 军人们纷纷拍手叫好 可实际上美军飞行员当时的平均寿命 只有13次飞行 而且当时的科技水平有限 军人在飞机上还要承受极度的低温和难以呼吸的低压 在这种高强度下还要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 当真是十分艰难 这也是现代飞行员为什么待遇最好的一个原因 时至今日随着科技的进步 无论是民航飞机还是军运机种 飞行员的待遇从来都没有低过 他们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完成了叹为观止的工作 他们就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所有的一切优待 他们都承受得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mm 感谢观看